嗨,大家好,今天分享的植物是无花果 因外观不见花,只见果,顾名无花果 夏末秋季吃无花果的季节 日本人称之为长寿水果 无花果可以保持心脏健康,促进消化 无花果是高纤维蔬果 可以维持长导健康,防止便秘 果皮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 所以吃无花果的时候不能去皮 而且不同颜色的无花果保健成分有很大的差异 黑紫色和红色的果皮的无花果品种中 花青素是总看氧化能力的36%和28% 用高于黄色和绿色果皮品种的无花果 另外花色无花果含有最高的多风 类环桶和花青素水平 并表现出最高的看氧化能力 相比之下颜色为黄色和绿色的无花果品种中 明显地黑紫色和红色品种的无花果 去年修剪太多了 今年春天比较迟出来 到现在还没有成熟 邻居家都吃了好几茶了 无花果是一种多用途的水果 可以生吃新鲜的无花果 味道非常的甜美 可以干吃用来煲汤 还可以和肉类一起煮 可以打成水果奶吸单饮品 我喜欢和水果各种生菜水果半沙拉吃 一天平均五六个 这样子既不会增加身体对糖的负担 感谢你的关注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